子凌开麦 欢迎收听幸福新旅行的单元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这边 就是要来谈我是对的 为什么我不快乐 那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婚姻的角度来看到说 当初其实也是因为相爱 大家愿意 所以呢就进入了婚姻的殿堂当中 可是为什么婚姻的关系会变慢慢的变冷淡了 今天就邀请到高雄张老师中心的资深都岛正淑品老师 淑品老师你好 梓婧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听听看 就是说这个婚姻关系慢慢变冷淡 其实这个应该很多人的身上都有这样的故事 我不知道淑品老师今天要分享的是哪一个故事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场景 非常的有趣 那有一次在一个座谈会上 然后我是台上的讲师 然后那时候也是在讲婚姻关系 然后我就问台下的说 大家在婚姻这么多年下来 那个有想过 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离婚的 请举手 没有 对 没有 然后后来有一个男生举手了 然后就问他说 我记得只要想说让他上台分享 就让他上台是讲一句话 因为我没有举手 我回家会后悔 他没有举手回家后悔 所以他老婆在旁边吗 我不知道 反正我这个可能大家就在开用 因为我总不能说把老婆Q上来 这样可能会给他老婆没面子 对 然后 是从这一点吗 大家有没有想过说 好听众朋友 你现在自己想想看 你若是已婚的 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曾经在婚姻中 你都没有想过 你曾经有没有想过想离婚的 当然其实我做了几次测验 大部分的人都想要离婚 都有曾经有离婚的念头 那很多人都会跟我分享说 为什么没有办法像恋爱的那个时候 就是说对他有感觉 我觉得慢慢的 好像每天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少到只剩下说 你中午想吃什么 要吃什么便当 要吃什么便当 你想猜啊 对啊 怎么会变这样子啊 对啊 刚恋爱的时候 不是大家应该都很热情啊 然后呢 可能每天都会有很多的花样 然后你为了要做一件事情 要买一个礼物 你甚至于你下完班 然后你就是赶快 用最快的速度去到哪个地方 帮他挑选 你都不会觉得累 我记得我以前 我在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我有交一个男朋友 我那时候好喜欢他 然后他临时约我说 他生日 因为我不晓得他生日 然后他说他生日 想要跟我一起过他的生日 我说好啊 我就淡淡的说好啊 可是呢 因为他是当天才讲 然后我也没办法请假 就等到我下班之后 你下班的时候是四点多 四点多 然后我马上 是下午四点多还是凌晨 下午吧 可是他约我下午四点嘛 四点十分学校下课四点十分 然后他约我六点吃饭 然后我家是住北台湾 最北的 北高雄 然后我们家算是比较偏乡的 比较郊区的地方 也没什么店可以选礼物 我四点十分下班 我马上骑摩托车到市区 那时候骑摩托车要骑大概半个小时到40分钟 然后挑选了一件衣服 然后再回到家 赶快洗澡 洗澡化妆打扮 然后这样子刚刚好 还有差十五分钟 我就算得好好的 可是雨线三下 我下班我就好累哦 我要这么平衡 我最近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年纪可能会是一个因素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工作的压力跟疲累度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们可能人生已经看过太多了 然后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你就会觉得 对每天干嘛那么累呢 就吃吃饭 然后吃喝拉撒睡 该做的做一做就好了 然后没事就是懒懒散散的 对不对 看自己想做什么这样子 就好了 就不会像以前可能会为了说 特别要去促进关系 或是让对方开心 或是什么 对 可能有很多的因素啦 就会造成现在就这样 不要讲婚姻中啦 我就算没婚姻没恋爱 我自己也觉得我是这样 所以因为我们在想说 其实我都做对了 就常常就是有一些学员告诉我说 其实我非常的谨责 我做好一个人妻 那我对婆婆也非常的孝顺 也经历了 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薄习问题 然后但是我都做什么 该做的礼数啊 该不破的什么 然后我跟我的先生 我都精心的照顾到他的生活什么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感情 就变得越来越淡 越来越没有花 其实我记得在前一期之前 我们谈过亲子嘛 亲子就是说我会 我会说为什么做父母亲的 我都我是对的 为什么不快乐 就是因为没有回来照顾自己 那在婚姻中 为什么婚姻会变淡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 我子凌跟我刚才的谈话 大家有没有找到一个 一个key 一个钥匙 什么key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你一直觉得很淡 一直觉得不快乐 你就是没有再回到 为什么不把婚姻当恋爱经营 你曾经恋爱是什么的 在对你的 对你的另外一半 对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你曾经 他有提过 他很喜欢看一本书 可是买不到 我相信你一定马上上网去查 去博客来 或者去哪个书店 马上去看看哪边有这本书 想尽办法一定要把它找到送给他 会 恋爱的时候会 对 那我们为什么婚姻会变淡呢 因为常常就觉得说 理所当然 对 我觉得你讲对了 很多事情就会变成 好像是叫做理所当然 可是我觉得 是 就今天如果我的伴侣 然后他因为知道我特别 比方说 很爱吃哪一个蛋糕 或是哪一款的咖啡 你看这其实不是什么 太严重的东西 对不对 或者是说特别爱吃哪一家餐厅的东西 然后呢 他就特别的为我准备了 比方说他就绕个路 或者是说 拨个扣 就帮我带一杯那个咖啡来送给我 我觉得 其实我会很开心 可是我如果说抱着一个说 你就是我的 你本来就知道 你本来就应该要帮我带的时候 我就不会去珍惜 他的这份心意 对不对 所以我怎么回馈他给他的感觉 会不会让他下一次还想再特别为我去做些什么 对不对 说的也是啊 对啊 所以我每次人家送我东西我都会非常 谢谢 谢谢真是太好了 这样子 你知道我有一个公式 我常常就会说 嗯 大家可以学一下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正需要这个东西 我每次都被你骗到 没有啦我还是把他当真 对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肯定 对嗯嗯 我会很开心啊 嗯 是啊因为你刚好你送人家东西 刚好是人家需要的 哇这是多么的兴奋的事情啊 嗯嗯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就理所当 啊你送我东西我就理所当 我为什么要 啊我好啊 你要我说谢谢 谢谢 我跟你讲还会闲 哎哩理所当人之外还嫌弃说 哎哟你每次怎么都买那个 对不对 买花 请典姐买花送我 对你干嘛浪费钱 省下来不是很好 这样我就觉得好煞风景哦 哦那是一个心意 你要看他对你的心意对不对 是 所以为什么在婚姻里面的关系 我会渐渐变淡 就是你没有去经营他 那所谓的经营呢 怎么经营呢 啊就那种 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 什么样的冲动 你把它找回来 嗯嗯嗯嗯 你把它找回来 那有很多人会说 哎现在都老夫老妻了 哪好意思啊 走在一起还要牵手 有有有我有听说这个 我有听说这个 哈哈哈哈 人家看到 那还要牵手 那那那多 多丢人啦 多入口啊 对啊 哦是哦 对啊 所以你都说你做对了 可是你不快乐 你并没有做对啊 你自以为你做对了 其实我觉得 牵手很重要 牵手很重要 或是说做肢体的碰触 对啊 对啊 我就想到说 其实 其实我现在不一定要交男朋友 对 是 不一定要结婚 因为我养了两只狗 他们每天呢 就要黏在我身上一直撒娇 然后呢 就很期待我一直摸他 就是我们互相肢体的一个接触 他们很满足 我也很满足 所以我觉得其实 那种那个伴侣之间啊 或是说你跟孩子之间 其实那个肢体的接触 它就是一种传达 一种爱意 对不对 好 一种安抚 我听起来有一句话 一定你要把它变成习惯 就这样有时候 就是我爱你 我爱你三个字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离婚的 他是一个男生 那他为什么离婚最大的原因是说 他老婆从来不说我爱你 哦 他很期待这样 他非常期待 因为他很介意这个事情 但每个人介意的事情不一样 可是他非常期待 他觉得说 他老婆没有讲我爱你 他感觉上即便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还是觉得 其实他老婆 只是在做一个责任 他没有情感的感情 这是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注意 好好想一想 那那个男的 他有常对老婆说我爱你吗 嗯 因为所以这个 其实是有时候是两方的 就是对方 当他在讲他说我爱你的时候 对方的那个面部表情 其实呈现的是 你讲到我了 我今天做错 你今天是做错了 做对不起我的事 我就说有什么事 他会觉得说 这我爱你 他不觉得 他也没有任何回应 然后久而久之 就会变成 他男的也不想讲了 不我解释说 他也不想努力了 其实那个互动都是互相的啦 就是我们在那个 关系疗愈那一本书吧 我记得好像是这一本 他们也学着有做研究 就是你要有回应 你要有互动 你如果是冷漠梳理的 那个关系感情 就是越来越淡这样子 对 他那很多人说 有啊 我有讲我爱你啊 可是我还是不快乐啊 对啊 那我是说你的 如果我爱你 你有没有去检视 你自己的内心 是真诚的吗 当然一开始 我们是套招 没有错 但是请真诚的 那甚至不管 我都觉得说 我爱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 你讲不出来 那用写的 起先你不敢写 我爱你 你可以用不怕的 也没有花一个爱心 对 或者起先用做的 譬如说 你做一个做一餐 非常好吃的 那虽然你讲不出来 但是你内在一直说 老公我好爱你 老婆我好爱你 然后大家出现 我好爱你 其实你一直在心里面 讲讲讲讲 讲到最后 你那个我爱你 会嘣 从嘴巴里面 嘣出来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所以最后这边呢 也是要请淑彬老师呢 就是可以提供给大家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婚姻当中 有什么这个烦恼啦 疑惑或是一些 不太舒服的感受 需要找人讲一下 疏解一下 那有没有什么社会的资源管道 可以帮助呢 哇我真的好多好多的一些 改善婚姻的方式 或者帮助你快乐的方式 想要跟你一起讨论 我相信你可以打电话 1980里面有很多的老师 都跟我一样 非常乐意的想要跟你一起讨论 甚至分享 所以当你没有得到你的答案 或者困扰的时候 请拿起电话打1980 1980张老师专写 好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 谢谢高雄张老师中心的资深 督导郑淑彬老师 谢谢 拜拜